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较那么漂亮 很美 干净 颜色也特别平平的 感觉比较舒服 小时候的工程比较太复杂乱 还有走路的时候 下雨的时候特别不舒服 以前我画的是写饰牌 就是以前颜色是灰色调的 颜色是涂涂的 还有灰色的 灰色调的 我现在画的是这种春颜色 两种搭配颜色 特别颜色 就这种画的 现在我喜欢特别显代 当代一点 这是什么时候画的画呢 这是我上初三的时候画的 这幅画都是我以前画的写饰牌 这幅画也是古城吗 是 也是古城 改造之前的古城 这幅画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现在这是零周年画的话 十一年了 我觉得它的色彩比较 就是不是特别写实的 因为我觉得那些更写实 那些可能我就是拍照的时候 已经记录下来了 但是这个感觉更有 我看到它的时候的心境 因为它阳光特别特别亮 所以上来就是反光的 所以我看到这个觉得 虽然不是特别写实 但是就是更接近我 今天在喀什老城逛的那种心态 我喜欢打的后看 后看你的色彩 还有它的色彩 我特别喜欢 显代的城市的色彩 我特别喜欢 就是我画的时候 颜色 我会用那种 显代的春的春颜色 画到老城 我从小在古城 得到了很多的帮助和爱 我家人就在这 我爱我的家乡 我的画是色彩斑斓的 很鲜艳 我内心世界也是这样 我想到做一个很简单的事 不是那么复杂的事 我认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